在上一节思维漫游,我们简单的介绍了所谓的大绿波假设,也就是说在生命从低级进入高级,进入这种超高级的这种进化的过程中,有很多潜在的壁垒,这些壁垒可能使生命的进化过程无法进入超高级的这种星际旅游,星际航行和星际探索的这么一个阶段,也可能在这期间的被各种各样的大的自然界的事件产生的灭绝, 使这个生命无法一直走到最后的那个阶段,那么我们今天沿着这样的一个思路再看一看,就是到底这是什么意思,首先这个大绿波假设实际上就是在说什么呢,就是从一个概率的角度在说,当一个时间轴很长的话,这个时间轴中会发生很多小概率的事件,而这些小概率的事件就可能使一个生命的从低级到高级到超高级的变化过程中,突然就被终止了,那么这个概率事件的积累, 是造成这样一个巨大的壁垒,而不是某一个事件在某一个固定的时间发生,因为只要时间轴足够长,各种各样的这种灭绝,或者是人为的,或者是自然界内,本身就产生对生命的巨大的威胁的灭绝性的事件,就会逐渐的积累,那么某一个事件可能就会造成彻底的物种灭绝, 怎么样去理解这样一个现象,我们用一些最简单的概率来算一算,我们就知道,咱们举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概率,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人,普通的人的生命一般的来讲,七八十岁,八九十岁,OK,也就差不多了,就老了,就死掉了, 那我们先把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个假设呢,把它把它修改一下,我们假设我们任何一个人可以健康的生活一亿年,当然这是万岁万万岁,那万万岁那不就一个亿吗,假设我们能够生活一亿年,就是我们在这一亿年里不会得任何的病,至少就是不会得任何使我们可以死亡的病,当然这是一个假设,那么我下面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能不能真正的活到一亿年,能不能, 那我们用一些简单的概率来算一算,在今天的生活环境中,任何一个人在一年内,在统计上被雷击中死亡的概率是一千二百万分之一,咱们假设每一年被击中的概率是互相独立的,就是你今年是否被击中,和你明年是否被击中,和后年是否被击中,在统计上是互相独立,这个我们就不去多讲了,统计概率论有一个概念叫独立性,这个独立性呢,基本的理解就是说, 不受影响,你今年是否被击中,并不代表你明年还会被击中,就跟你在赌场,就是在那老虎机上扔硬币一样,你扔一下逛一下,那个硬币是否能够给你得到赢钱,和下一次上是无关的,同时制骰子也是一样,OK,每一次制和上一次是独立的, 那在这个1200万分之一的概率下,如果我们能够活1亿年,那我能不能说我能够1亿年都不被雷击中,我在这1亿年内都不被雷击中,因为在这个1亿岁的这个巨大的时间轴里,任何一次我被这种致命的雷击中以后,那我可能就活不到1亿年,那我这个概率是多少, 1亿年没有一次被击中的概率是0.00024,这个我算出来的,0.00024就是说是万分之二,那就是等于是万分之9998,9997的概率,你都会被雷击中,那就是你根本活不到1亿年,你在某一年,你在这1亿年的某一区间,你就被雷击中,你就死掉了,那么还有一个概率呢,那就是在车祸中死亡,车祸中死亡的概率, 这就大得多了,在美国一个人平均每年在车祸中死亡的概率,万分之1.2左右,这样的一个概率,就是在车祸中是万分之一的概率,你如果是把这个概率,咱们还是假设是互相独立的,就是今年是否有车祸和明年是不一样的,当然这里面,严格来讲不完全独立,一个人整天喝酒,酒驾的话,他的概率就高得多得多,咱们先把它抛出在外,就是万分之一死亡概率,每年,你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人, 能否在1亿年内没有车祸,这个概率,我算了一下,用我的计算器,小数点已经找不着了,就是绝对的给我的一个数据,就是零,OK,就是零,那就是说,不可能,就是你一个在美国一个正常生活环境下的,开车的人, 你就是所有其他的因素,全排除在外,你也活不到一亿年,在这一亿年之内,一定是会被车祸撞死,这是百分之百的概率,当然在坐飞机掉下来坠毁摔死,这个概率,是一年1100万分之一的概率, 1100万分之一的概率,我这样再算一下,在一亿年内,你是万分之一的生存率,就是万分之9999的概率,你是在飞机上会摔死,这几个不可能的概率实际上都是要相成的, 就是你在这一年里,我问你,你在这一亿年内,既没有被雷击中死亡,也没有在车祸上死亡,也没有在飞机上摔死的概率是多少,那就是零, 因为那个车祸的概率,就是一亿年不出车祸,概率本身就是零了,你把这几个数撑起来,那当然还是零,这是一些你无法控制的因素, 那还有一些你自己可以控制,即使你身体非常健康,那有的人会去自杀,有的人会游泳的时候淹死,有的人会去这个攀岩, 会摔死,或者什么其他的危险的运动,还有的人呢,是吸毒,或者是过量的酗酒,那所有这些,你即使身体非常好,不会死, 但是你酒精中毒过量,你可以喝过了以后就死掉,前几天我还看一视频,一个国内的一个人在那跟人比酒几瓶白酒下去,几个小时就死掉了, 所以这些东西的概率,实际上你要是一亿年来平均,你一年只要有一次淹死,那你就死掉, 所以我这用这非常,我这在不断的重复这些统计上的数据,这些极其微小的概率,看起来很微小, 但是你把时间轴拉的足够长,拉一亿年,that's a hundred million,一亿年的这个距离, 那基本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活到一亿年,从这些统计上我们能看到, 只要时间轴足够长,一个生命的模式,因为我们讲生命模式就不是一个人了, 那就整个一个像人的从远古的这种简单的生命模式一步步进化到今天的智人, 到今天的高度文明发展的人,这个过程随着时间轴的拉长, 中间很肯定会有一些非常微小的概率,使这个生命模式被灭掉, 打一个比喻就是说假设一个生命的存在就像是一个健康的人一样, 那么这个生命就不可能永远持久下去,迟早会碰到一个事件, 但是他被这个事件给干掉,这就是一个大滤波假设,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了,我们人类既然到了今天, 到了一个高度,我们自认为是高度发达的一个文明的状态, 或者是高度科技科学发达的文明状态, 我们到底和这个大滤波的这个壁垒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是已经迈过去了,还是没有迈过去, 不管是怎么看这个问题,这个答案是要对我们人类的文明, 对人类作为一个具有智慧的一个高级动物的存在,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影响巨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当然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呢,我们人类已经迈过了这个壁垒, 我们既然到今天如此的高度发达, 我们可以拍着胸脯很自信的说, 我们已经过去了, 我们剩下可以自己掌握住自己的命运, 咱们且不说未来有没有可能有大的运势砸向地球, 当然今天说我们已经可以能够控制住大的运势, 如果能够往地球上产生这种物种灭绝的可能, 我们用各种各样高级的这种火箭什么把它给推出去, 或者把它给干掉, 或者把它给诱导到另外一轨道上, 我们就活下来了, 咱们且不说这个可能性是否存在, 或者是这个是未来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但是至少有一点, 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已经过了这个壁垒, 我们说也可能是由于我们的生命一开始的那几个最难的壁垒, 我们都迈过去了, 从单细胞到多细胞, 从什么简单的那种微生物到现在的高级生命都过去了, 我们至少可以说, 我们是未来可以和其他的高级生命共存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就是我们如果已经过了这个壁垒, 我们可以想象其他的高级生命也过了这个壁垒, 那大家都过了这个壁垒以后, 或者是这个门槛以后, 那我们就有可能和他们进行联系, 而我们作为一个这种高级文明的物种, 在未来地球可以一直持续的生活下去的这个前景, 看起来就不错, 就是假设我们已经迈过去了, 那反过来讲, 假设我们还没有到那一步, 就是这个巨大的壁垒还没有被我们迈过, 因为什么, 因为在我们的时间长河中, 它是在前面的, 我们还没到呢, 没撞到这堵墙呢, 那这个呢, 就可以用来解释, 为什么我们现在收不到任何的, 其他的高等生命模式的迹象, 因为他们也没过去, 我们也将来有可能就会跟他们一样, 撞到那堵墙上也过不去,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对人类的文明的未来的前景, 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悲观, 而这样的一个观察, 某种程度上和我们今天看到的, 宇宙中没有其他高级生命存在的, 现实有一定的吻合, 假设这样的一个大滤波, 这个壁垒已经是在我们身后了, 我们已经过去了, 那我们自然就想, 既然我们能够过去, 能够迈过这个壁垒, 可以持续的发展下去, 那别的生命模式应该也可以迈过去, 因此我们就可能会听到, 收到, 看到这些各种各样的迹象, 而反过来讲, 如果这个壁垒是在我们前面, 还没有过去, 那我们就看不到任何这样的迹象, 而这个恰好是我们今天的现实, 所以呢, 在现在对外星各种各样的文明的探测上,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就是寻找具有高级生命和高级文明的信号特征, 叫Techno Signatures, 这种高级文明存在的信号的特征, 是我们现在寻找的主要对象, 如果我们在宇宙中寻找出许多这种具有高级文明智慧的迹象的那种信号, 那我们就说, 诶, 宇宙中确实有其他的文明, 很大程度上已经迈过了这个壁垒, 因为他们已经能发出很高级的那种信号的模式, 也可能比我高级到我们无法完全听得懂看得懂, 但是我们能够判断, 至少是像一个外语一样, 至少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噪音, 而是一个有智慧的一个迹象, 那这样的话呢, 就说那样的高级生命已经迈过了那个壁垒, 那对我们来讲, 诶, 这个我们应该是一个好事, 因为他们能迈过去, 我们可能也应该迈过去, 很有名的天文物理学家和这个教育学家, Karl Sagan, 他已经过世了,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A single message from space will show that it is possible to live through technological adolescence.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future of human civilization depends on the receipt of interstellarism, messages, 他就是说, 只要我们能够在星际中收到一些高级智慧文明的信号, 我们就等于是说, 看到了一种其他文明已经进入了高级发达的阶段, 也就是说某种意愿就迈过了这个打铝波假设的这个壁垒, 反过来讲, 如果我们在太阳系的其他的星球, 甚至到太阳系以外的其他的天体上, 发现了一个或者是多个低级的生命的模式, 包括各种各样的微生物, 或者那种没有任何智慧能力的那种低级生命的模式, 如果我们找到了那些生命模式, 同时我们又没有找到这种有高级智慧生命的模式的这种信号的迹象存在, 那就意味着这个打铝波假设有可能是成立的, 就是说生命在低级模式可能很多地方都可以有, 但是进入高级模式, 进入这种高度发达的文明模式就会碰到壁垒, 那这对我们人类当然是个坏的消息, 同时这个大铝波假设里面的生存壁垒, 实际上和我们在寻找星外高级文明的存在, 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紧密相关的, 如果星外的高级文明确实存在, 我们人类必须要做好准备, 因为这些高级文明在我们前几节已经提到, 有可能对我们人类的文明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可能它存在我们就无法存在, 因为它的文明如果像人一样的同样的类似的思维方式, 它可能就要先把我们灭掉, 反过来讲, 如果我们可以有确凿证据证明, 我们是宇宙中的唯一的有智慧的生命模式, 就是这个高级壁垒永远是把别的所有的文明全挡住了, 那实际上对我们来讲仍然是一个非常可怕, 非常恐怖的前景, 因为等于是说我们迟早会碰到这个同样的壁垒, 那这个壁垒是从哪来的, 有可能是天体上的事件带来的, 也可能是我们自己作死作来的, 我们把我们的环境给干掉, 把我们的环境给破坏掉, 把我们的生存的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态环境整个破坏掉, 这都有可能造成我们整个物种灭绝, 因此呢, 我们必须的认识到我们能够生活的这个地球, 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 是一个无限珍贵的这么一个生态环境, 作为生命模式, 尤其是作为这种高级生命模式, 我们是一个无限珍贵的, 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种生命模式, 我们必须珍惜它, 我们必须爱护它, 必须保护它, 因为我们任何的不小心, 都可能会把这样一个环境彻底破坏掉, 尤其是地球, 我们目前知道的唯一的可以有生命支持的这么一个环境, 这个我们呢, 是必须要非常仔细小心的去保护它, 那么这就是环境保护了, 好, 这一节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下一节呢, 我们再把这个话题, 就是为什么星外的文明的迹象没有找到的另外一个角度, 叫做Rare Earth Hypothesis, 就是珍贵的地球假设, 这个我们下一节接着讨论。